17点30分正式官宣 高士岩完成重磅签约 球迷意外李鸿庆没想到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亮仔 我们知道目前来看的话 随着郭二伦迟迟迟没有续约 我们也了解到目前辽宁队 也是在最近官宣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就是宣布这一次高士岩下一个赛季的话 会回归球队这边 之后希望能够和球队一起争夺总冠军 所以当时辽宁队的老总李鸿庆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很多球迷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兴奋 毕竟我们很清楚 高士岩本身就是辽宁队出去的 但是这两年虽然说他成长得非常的迅速 也非常的优秀 但始终没有机会能够回到母队 去和队友们一起去争夺总冠军 这多多少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那么现在随着现在辽宁队的老总宣布 这样的一个喜讯的话 也就意味着之后高士岩能够回归辽宁队 应该是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 虽然李鸿庆也是表示说 之后教练组会根据小高的一个训练的状态 来决定他是否会留下 但是起码也能够证明 只是没有想到就在最近在李鸿庆这边也是正式已经对外宣布了高士岩那些去向问题之后的话 那么高士岩这边在近期确实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我估计李鸿庆都是没有想到球迷也非常的意外 就在最近下午17点30分左右 我们看到了斯格赛斯体育的官方微博也在网上去官宣了一个好消息 就说高士岩已经和他们公司完成了一个重磅的签约 之后的话这家公司将会负责高士岩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权益的争取 包括你像在网络上那些宣传或者说可能和球队的一些合约谈判等等的 都会是由这家经纪公司来代理完成 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么这家公司里面的话 他的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山东的球员陈培东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不排除高士岩可能是经过自己山东的队友的介绍了 才最终经过考核签约了这一家经纪公司 所以随着高士岩签约了这家经纪公司 他现在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知道本来经纪公司就是为球员去争取利益的 所以这次高士岩签约了他们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新赛季 不管是去到辽宁队还是说去到其他的一些球队的话 都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化 毕竟现在来看高士岩已经在山东这几个赛季以来成长为一个顶级的后卫 其实不管是去到辽宁队还是去到其他的一些球队 他都完完全全能够是拿到顶星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高士岩回归辽宁队拿到的一个合约是比较低的话 他估计也会和自己的经纪公司进行商量 然后去为自己来争取拿到一份顶星 才对得起他自己这一身的能力和天赋 所以可以说目前的虽然说新赛季还没有开始 但是高士岩已经为自己接下来的下个赛季的路程进行铺路了 那么看得出来他也确实非常关心自己未来的一些趋向问题 只是从目前来说可能李鸿庆确实没有想到高士岩在这个时候的话 突然是签约了一个北京的经纪公司 那么对于李鸿庆来说可能接下来在谈判方面应该会遇到比较多的一些困难 当然我相信如果说辽宁队这边愿意出到足够的诚意 愿意给到小高这边更多的一些好的条件的话 那么相信他们这边的谈判也不会有太多一些问题 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用心 只要你诚心诚意 我相信高士岩应该也会非常乐意和辽宁队这边进行合作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